今天是男性向玩具大推荐的新一期 我会给大家介绍两款之前介绍过的玩具的新系列 一款是Tosa Tosa的剑道式熊男雕像 一款是Playman Hope家继白闪之后新推出的暗星雕像 那之前就已经给大家介绍过了Tosa Tosa他们家这个代表作熊男 是蓝白双头雕的天使款 那这次他家其实推出了一个新的玩具材质 竖纸材料的雕像 大概是30多厘米高 全款的话是3199块钱吧 现在已经绝版了 我先把它拆出来了 超级大 还是我们熟悉的这个熊男的脸雕刻的非常好 背后交叉双手的姿势 很性感 标志性的腹肌 然后很大的胸肌 日式风格的木鸡 和我们之前他家出的这个小款的熊男比起来的话真的是大了好几号 熊男其实自从他第一款形象爆了之后呢 还有推出了一些黑人形象 豹子男之类的 但其实那些不是特别对我的胃口 但是这款大的竖子雕像真的非常帅 这款雕像的优点呢是增加了一些细节的刻画 胸前的胸毛 包括肚子前面的腹毛都非常栩栩无声 其实是有穿一个牵齿布的内裤了 但是有点复杂还是先不给大家看了 那它的缺点呢也很明显 它就是一个雕像 没有办法像前面的一款一样动这种手啊之类的 这款雕像只有配把非常逼真的道具件 也是这种日式风格的 它的底座也非常丰富 除了这个树桩 还有一些晶莹剔透的吸水的透明材质 还有一些很有隐喻意味的小蘑菇 这个也太擦边球了 那我们把它组装一下 这把剑呢就会插到这个木桩上 那如果有人觉得我和TosaTosa这个熊男雕像长得有点像的话 可以在弹幕上打1 底座上面可以看到这款雕像其实是全球限量250款的 我拿的是188号 还挺吉利的 总之这一款真的细节上面非常非常的出彩 我觉得这个价格我也是心甘情愿 接下来要介绍第二个玩具呢 是Playman Hope家的新形象暗星 我觉得它这个名字吧 白闪对应就对应暗星 非常工整 而是随着这个箱子附送了一张非常好看的海报 这次的暗星也是一个非常帅的形象 还是陶瓷材质 全身是一种非常幼黑的漆面 身材超好 暗星的翅膀呢是吸铁石材质的 放在上面就可以吸上去 整体底座呢 这次是采取了这种黑色冲浪的感觉 蓝色和橙色 颜色搭配的非常好 整体就是这个样子了 它这次其实是完全更换了设计造型 头发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小戳戳 武器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渐变色权杖 可以放到暗星的手里 不过老实说它这有点紧 那我其实还入手了他们家2019年版本的 海藻绿的白显特别版 像这些玩具设计师他们一年出一款 我还是买得起的 他们一年多出几款我就买不起 但Playman Hope他们家一直是良心的 每一款都没有超过一千元 哇很好看了 顾名思义嘛 海藻绿版本它其实加了一些 海藻绿颜色的元素 素体是非常漂亮的 有点发绿的白色 胡子呢和眉毛 包括一些身上小细节 都是这种镀金的感觉 这陶瓷感特别好 翅膀是较之前的版本 有新的改良的 磁铁会吸得更牢 翅膀的上色也是采取这种 渐变色 那底座呢是海藻绿颜色的火焰的感觉 与我们刚才介绍的那款暗星的海浪 就是又是对应的嘛 白闪的武器是这把三圣剪 可以看到这个白闪和我刚才拿的这个暗星 哇非常非常匹配的一对 摆在家门口就像一对门神一样 喜欢玩过家家的朋友 也可以在家拿他们两个人对话 白闪白闪记得关注 up主卡丘生好的暗星 那大家要记得三连哦 那这期这两个我非常想介绍给大家的 男性像玩具系列就结束了 这是我去年到现在买的比较爆炸性的玩具 超级可爱 那大家拜拜